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贝勒爷 还有气 昏过去了 晦气 还是个烈女 赶快把她给我拖回去 回去慢慢治治 丁忠 瞧你这小样 无妨 有事就说吧 路易茶楼的谢掌柜刚派人来回报 说得容贝勒撕拉米女进到茶楼包厢 似乎要非礼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不愿意 还受了伤 现在得容贝勒把她拖出了茶楼 可这是哪家女子呀 都说不认识 没有人知道 得容贝勒将那名女子带到哪里去了 那些伙计呢不敢看 总管 总管 总管人呢 奴特赛 奴特赛 您有什么吩咐 得容呢 他人在哪儿 他 他 他 贝勒爷在屋里 张嘴就跟我说下话 是我陪贝勒爷回来的 刚进屋躺下 从哪儿回来啊 你们去哪儿了 这 去 去天水间了吧 果然是你们把人给带走的 这 开门 快开门 把墨处放出来 你们这群混账东西 放墨处出来 豆头 豆头 没看见大人在这儿说事呢 你不是说君王府有动静就告诉你吗 你看见什么了 回大人 属下看到了杜头的那个亲戚 你说书林 杜康亲戚怎么了 他推着一把车东西 在王府门口吵闹 说是要王府放人 杜康 杜康太容易冲动 怕是要出事 那个丫头在哪儿 姑娘 什么丫头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快把她给我找出来 赶紧给我弄走 谁 谁找上门来了 德荣 你 好好好 人是我带回来的 锁在后 后院柴房里 你疯了 你把这么个丫头弄进来干什么 你还嫌我府里的麻烦不够多呀 额娘 我有我的主意啊 您慢慢听我跟您说啊 天水间那个女人不是死都不肯 不肯搬走吗 是不是啊 谁有那功夫跟她在那儿闲 闲号啊 现在她女儿进了咱们府的大门 那块地就是就是嫁妆 多好啊 胡闹 我们是什么身份 她是个什么东西啊 给我李郡王府当使唤丫鬟 都还不够格呢 你堂堂一个李郡王的世子 身份显贵 把这么个丫头弄进来 要是传扬开来 以后谁还敢跟咱们结亲啊 可是额娘 不要啰嗦了 你赶紧把她给我弄走 反正人我都已经带带了 得容 贝里 天水间那个女人 正在门口骂大街呢 开门 开门 你们还我的外甥女 你们这帮狗东西听到没有 快开门 开门 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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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康 杜康 树林 你来得真好 怎么回事 那个贝勒 他把木城抢走了 快救救他 要不可就来不及了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你不开门是不是 不开门 别怪我不客气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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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不要冲动 他把莫仇弄走了 是大人 快救救莫仇吧 陈大嫂 先不要激动 待本府把事情弄清楚以后也好处理 只要你理职 本府一定还你公道 来 起来 是 是 莫仇姑娘 莫仇 莫仇 别出声 我们独走要快 你还能走吗 可以 莫仇呢 莫仇在哪儿 快把他放出来 什么王府啊 简直是土匪比土匪还狠哪 你给我住口 施施伦 你这是干什么 带这些人到这儿来撒野 你什么居心哪 你 陈大嫂 陈大嫂 附近 陈淑琳向下官投诉 说她的亲人被德荣贝勒带到王府 本府呢 受理了她的诉状此当查明 顾警德荣贝勒出面与原告对质 一个小老百姓的信口胡言 你就带人来查询 施施伦 我这是李郡王府 不是外面的什么商家店铺 你想穿谁就穿谁的 我儿子是贝勒 是皇族 你查谁啊 你头上的顶带是不是不要了 这种人都能当王爷 老百姓还有活头吗 这还有天理吗 快把莫冲放出来 施施伦 你赶紧把这个剖腹给我弄走 你 你到我家来撒野 我饶不了你 福晋 还是请德荣贝勒出面澄清一下吧 还有 老请福晋帮忙看看 莫冲姑娘是否真的在王府 你放不放 你今天要是不放 我就自己进去找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施施伦 你是诚心与我王府作对是吧 人 人呢 我明明捆这丢这了 我问你人呢 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是不是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贝勒爷 您息怒 贝勒爷 福晋啊 俗话说来者是客 不住 陈大嫂是到王府找他的亲人的 福晋至少要给个交代吧 福晋 福晋 不好了不好了 柴房着火了 贝勒爷受伤了 什么 在哪儿呢 快救火 就是你 你 你别走 就是你带走莫仇的 莫仇在哪儿 陈书林 你来的正巧 你外甥抢了贝勒爷的马跑了 贝勒爷真要找他呢 来人 阿三 阿三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是 放肆 沈佳南 你果然窝在王府里 原来那个人是你 没想到 师大人的师爷 竟是个身藏不漏的高手 这是个秘密 不能让外人知道 既然你知道了 我就让你动不了口 是 罗汉权 你使的都是少林无学 你是谁 哪位尊长门下 你还不配制刀 总管 你说莫仇姑娘 抢了德忠贝勒的马跑了 那就得承认 德忠贝勒将莫仇姑娘 带入王府了 附近 陈大嫂的指控 不能光听总管的一面之词吧 真假莫辩 为了德忠贝勒的荣誉 还是请德忠贝勒出面 一见吧 哎 贝勒爷正在救火呢 救火呢 是啊 施施伦 我这后院走水呢 再说德忠也受了伤 我看你啊 还是改天再来吧 今天我要是见不到莫仇 死都不离开这 放肆 放肆 你 狗奴才 你这是在我面前说话呢 你 我就说了 轻衣 施施伦 你一再纵容你的属下 来骚扰我的王府 你也太胆大了吧 啊 附近 我府里没有他们要找的人 施大人 您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以去找啊 去找啊 施施伦 你不是要找人吗 管家 给顺天府的施大人带路 施施伦 我可跟你说清楚 我这是李郡王府 没有旨意 你执意要找人 我也不拦着 今天 你要是找到人了 我让德荣给你跪下 你要是找不到人 你就自行了断吧你 行啊 施大人 我以性命发誓 莫愁确实是那个贝勒带走的 施大人 如果是你不想找人的话 府上正走水 我就不奉陪了 施大人 施大人 您为什么不找 莫愁一定在里面 不 陈大嫂 本府认为 莫愁姑娘已经不在王府了 您不找怎么知道呢 王府总管 已和福晋失眼色了 而且福晋态度这么强硬 他们一定确认 莫愁姑娘不在府里 他们才会这样 如果我们非要去找的话 只会落个侵扰王府 意图不轨的罪名啊 而且人还是找不到的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当然不会算了 但陈大嫂 这件事情容本府再想想 本府怕把他们逼急了 德中贝勒把他藏起来 再杀害掩埋死无对证 那就太可怕了 陈大嫂 本府理解你的心情 但拿人断案 是要讲证据的 施大人 您觉得我是在说谎吗 不不不 陈大嫂误会了 当然不会 现在是找人要紧对不对 我们只有找到莫愁姑娘 一切都明白了 施大人 莫愁肯定还在那个王府里面 树林 你 杜康 你先送陈大嫂回去 天使厌还有两个孩子在呢 大人不在身边 是不是也不安全呀 是 树下知道 好 大哥 我现在担心 莫愁的遭遇啊 如果德中对他怎么样了 女子为了明洁 若不屈从 只有寻死了 走那条路 都不好啊 白师爷 莫愁姑娘真的不在王府吗 没伤到筋骨吧 贝勒爷身体强壮 一点小擦伤不碍大事 沈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贝勒爷可是金枝玉叶 金枝玉叶也得长在好地方 经不起火烧水烟煞气冲撞的 是不是 是啊 又走水了 是不是 这煞气要发了 这恐怕是 时辰必尽了 黄娘 我看咱们也不用跟他们 啰嗦了 直接派几个人过去 把他们赶走 不就完了吗 陈子 奴才在 你找几个人 过去 贝勒爷 不是在下多嘴啊 要是再怎么下去 事情会越闹越大 只会耽误千葬时辰啊 不错 沈先生说得对 这施士伦 总是跟咱们过不去 不能再让他阻挠碍事了 额娘这就找太后去 咱们让太后替咱们做主 大人 这么晚了您这是 喝酒啊咱俩喝两杯 快把你的瓜子和花生拿出来 哦 打开 打开 打开呀 白师爷 今天啊 你可真有点不对劲了啊 平时那个机灵劲跑哪去了 大人 您到底是来跟我饮酒 还是审犯人呢 你要是犯人我还能跟你喝酒啊 来 说说吧 曾方凡回来以后你又不对劲 是发现了什么 还是看到了什么 还是听到了什么 大人 咱们顺天府下馆京畿 这衙门权限到底有多大 京城啊 除了咱们顺天府 还有几家衙门 权力相当 都有资格承接各地的诉讼 相当于一个小刑部吧 哦 也可以 上店面上 啊 是有这个方便 大人 要是我的身份暴露了 你会怎么样 窝藏侵犯 知情不报 与侵犯同罪 是不是 谁发现你的身份了 那倒没有 先前 我去王府寻人 碰到了一个人 沈家南 我当时跟他过了三十几招 这个人身手不凡 我估计百招之内我必定落败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比丁中不知强哪儿去了 丁中连五招都接不住 大人 我呢准备出趟门 要查清楚一件事情 临走之前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沈家南呢 可不可以 请容大人私下到顺天府来照应几天呢 你是担心沈家南会偷袭我啊 没错 防人之心不可握 大人追寻他追得这么紧 那个沈家南狗急跳墙对你不利 也不是不可能啊 你是否已经知道沈家南的来历了 不知道啊 只是有些迹象让我不安 所以必须要查清楚 看来你是真的知道沈家南的来历 或者至少 你知道他的来处 但有些难言之意 是吧 行 你去吧 我呢也希望 你能尽快地 打听出沈家南的来历 这样呢 我们也好分析出他要做什么 如果不幸被你言中 他运送的对象是兵器 那这个事情就棘手了 多谢大人体谅 川儿 这人到底去哪儿了 找到没有 都是废物 连个人都找找不着 要让失事轮给找着了 他能善罢甘休吗 贝利爷 您您别急啊 奴才刚刚听到一件事 怕是跟那个跑了的小妞有关 有逼快放 哦 刚才在前面闹得正厉害的时候 有个奴才反应说是 看见二少爷 顾了一丁小叫 悄悄从后门 奴才想 会不会是 他们混账 贝利爷 贝利爷 你的伤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 他们应该不会找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 你救了我 你的家人一定会知道的 知道就知道吧 只要你家人平安无事就好 我无所谓 那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们李军王府 要我们家的那块地 还不是因为听信了江湖术士的一派胡言 哦对了 莫冲 这次的事 确实是我大哥不对 我代他给你道歉了 以后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补偿你的 希望你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 我知道 你很委屈 可是 如果你状告到顺天府的话 施大人 是不会在乎什么贝勒王爷的 一定会为你深渊做主 早就该有人教训他了 可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大哥是长子 是王府的嫡出 王府的兴衰 全养着他一个人 我额娘的将来 也要依靠他 他不能有事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替他顶罪 你回答我呀 哦对了 我是姑娘 你家里有几个弟弟妹妹啊 德明少爷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叫我德明就可以了 德明 你心地这么好 你不会替你哥哥顶罪吧 你们是亲生兄弟吗 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虽是叔叔 但我和我大哥 小时候感情特别好 其实 你的这种感情我能理解 我也有个亲生的弟弟 是舅妈 拉扯我和弟弟长大 不过三年前 他离开了天水间 以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你们要去找过他吗 该问的地方都问过了 就是找不到 后来杜叔叔来了 啊 对了 就是顺天府的杜捕头 我们想让他帮忙去找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你放心 一定会找得到的 谢谢 你已经在这儿站了一夜了 还带着伤 身体会吃不消的 回屋里去躺会儿 我在这儿 有了消息 我马上让你知道 好吗 我在这儿站了多久 莫愁就在外面待了多久 她一个女孩家 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 文静和莫愁的娘 是乱生兄妹 文秀临死前 把莫愁莫忧 托付给文静 我嫁给文静之后 没有生孩子 我把莫愁莫愁 就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文静走的时候 郑重地把孩子们交给了我 可莫愁 三年前突然就没有了消息 要是莫愁 再有个闪失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文静呢 不会有事的 顺天府派出了大批人手在找 要是有事 大人早就让人来报了 大哥 一宿都没睡啊 莫愁姑娘有消息了 没有 你说要谨慎 我和几个兄弟不敢大动间的找人 只能暗访 我和丁中几个兄弟在那守了一宿 连个人远都没见着 不过我刚刚去了李军王府转了一圈 那里的兄弟说也没什么动静 不过昨天夜里 那个总管带着几批人出去了 大街小巷的找了很久 应该去找莫愁 不过什么都没找到 后来回来之后就再没有人进出了 大哥 你要去哪儿 进宫见皇上 德荣贝勒强行拉走莫愁姑娘 公开出入茶楼 许多人都眼见 尽管茶楼的掌柜和跑堂 不敢声张 但总能找到一两个人出面指正 如果不幸 找不回莫愁姑娘 我就拼着这顶带不要 也要办了得中备了 哦 谢谢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长得什么样子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们找找看 他叫莫愁 样子跟我差不多 个子比我高 嗯 他很喜欢笑 小的时候生过一场病 所以反应有点慢 那才更让人担心啊 对了 除了模样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征 比如说胎记之类的 或者有没有更加方便便认的事物什么的 你看 我跟我弟弟都有一颗这样的珠子 这颗珠子是我娘 临终的时候留给我们唯一的信物 可能也不值什么钱 把她交给我姐姐 等命少爷 啊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这颗珠子 很特别 啊 饿了吧 我给你做点饭去 孩子们也该起来了 哎 这个混蛋又来干什么 我 都容备了 这可不是李军王府 你快让开 你们干什么 快去搜 是 这是我的家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得明 赶 赶快给我滚 滚出来 二少爷 你赶快出来 别让贝勒爷生气了 别怕 总管 没找着 给我好好找 是 是 站住 都容贝勒 再不住手 就该我不客气了 你凭什么打人 你还不客气 我告诉你 她的外甥女 不要脸 勾勾引我弟弟 你胡说 实相的话 赶快把人给我交出来 都容贝勒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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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 你混账东西 一个女人 就把你活给勾走了 还敢把人给我带走 我打死你 你别打 我 听见没有 看见没有 就是你这外 外甥女 勾引我弟弟 两个人 一晚上 不知道跑 跑哪儿去了 说不定这生命都 煮成糊饭了 你住口 莫愁不会那么做的 你胡说 陈处理 你看看你身边那个女人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她是个什么货色 你闭嘴 你干什么 你威风什么 你威 威风给谁看呢 李俊王府的人 找女人 也得挑挑挑挑挑 就这样的贱旅人 妓院里边有的是 不许你这么说他 我 我就说了 我就说他是贱女人 他就是贱女人 贱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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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靠 我 他没看出我什么 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你要是不把他掳走 他根本不会认得我们这帮人 是我放纵他的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好了 你羞辱他干什么 他日子过得好好的 跟你八竿子都挨不着 你非把他关在柴房里 又弄伤了他 我要是不把他放纵 他非会在你手上不可 大哥 一个好好的女儿 明鉴要是这么毁了 你拿什么还他 你要什么没有 你为什么非要羞辱他 为什么非要糟蹋他 大哥 算我求你了 放过这家人 放过莫仇吧 权子 奴才在 把这混账东西给我拖回去 你要是再敢啰嗦第一句话 我现在就宰了你 带走 二少爷 二少爷 走啊 二少爷 走啊 二少爷 得鸣 过程 臭 打死你 给我耍尾巴 得鸣 得鸣别打了 这回得鸣不算做错事 幸亏他放走了那个姑娘 这要让施施伦得饶了 你让额娘的脸往哪搁啊 额 额娘 施施伦那边我自会对付 今天我非打死这个吃里扒外的小子不可 哎呀 附近啊 这这这二少爷吧 他他他死命的对贝勒爷动手啊 奴才拦也拦不住 挡也挡不住 生怕把贝勒爷给打坏了 哎呀 这二少爷就像是鬼附了身一样 他才死也不肯停啊 鬼附身 我 我的女人你也敢抢 是不是啊 那哪天 你把我贝勒这爵位也抢走吧 你把整个王府都抢走 得你 贝勒爷 得容 不许再打了 儿子 改天额娘 还要得名陪着进宫去见太后呢 你要真把她打坏了 人家会说闲话的 太后那是看她可怜 没事多问她两句 儿娘你还以为太后真 真喜欢这小子 就算是吧 德容啊 你先消消气 德明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以后我要看见你再碰德容 我可真的容不下你了 和娘 还是下次不敢了 对了 和娘 还是昨天晚上知道一件事 行了行了行了 别再啰嗦了 咱们走吧 德容 走 老实点 永安 上回你说德容怎么样 禀皇上 奴才亲眼所见 德容贝勒当街欺压商家 教唆商人目无法计 这回怎么说啊 强强民女 动用私刑 回皇上 德容贝勒在众目窥窥下 强拉民女进茶楼房间 抑郁羞辱 该民女不从 撞墙刺进不成 又被德容贝勒 强行带回王府关押 不用说 李君王福尽 不让你在王府里找人 你到朕这里来 是告状 还是来请治搜府 为神不需搜李君王府 那名民女已然逃离 至今下落不明 为臣请皇上做主 但有德容贝勒的犯案物证 微臣定要秉公处理 届时太后面前 还望皇上周全 老王爷是太后的兄长 福尽又是太后的远房表亲 关系摆在那里 太后不可能不照 老王爷在世时 也曾多次在朕这里请托 如果德容犯错 希望多包容她 皇上 皇上 可是隐了李君王 皇上提拔微臣 任职顺天府 当着希望微臣 遇事不论皇亲国戚 亦或凡夫走卒 都能秉公处置 听你的意思 是在暗示朕非但处事不公 还要你寻思包庇 微臣不敢 皇上盛名 施石伦哪 你每回对朕的旨意 不以为然的时候 都说朕盛名 朕怎么会有你这样 口是心非的臣子 皇上盛名 也罢 朕就盛名一回吧 德容的事 只要罪不至死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以你的聪明才智积至圆滑 定能为朕分忧解劳的 皇上盛名 别急 朕的话还没有说完 要是实行涉及德明 你务必要护他周全 回皇上 德明虽是王府述出 纵然不出重视 也还是秦贵身份摆在那里 不知微臣如何周全他 你本事总能面面俱到的 朕相信你有这份能耐 是德明放走了莫愁 是 德明少爷还替莫愁服药果伤 安然地送他回家 那事情经过 莫愁姑娘可详细说明啊 没有 树林问起 她只说一夜未睡要休息 什么都不肯说 似乎 顾及到德明少爷 看来 不但是德明单方面对莫愁上心啊 对德中贝勒的伤害 莫愁可要诉讼啊 也不曾提起 大人 还有件事透出怪异 今天一大早 德荣贝勒就带人到天水间找德明 后来德明送莫愁回来 兄弟俩在天水间打了一架 因为德荣贝勒羞辱了莫愁 后来德明让德荣贝勒给拖回去了 要是实行射击德明 你务必要护他周全 容大人 圣上要我照应德明 我怎么琢磨我都觉得有点怪异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该知道却不知道 这些贵族子弟为什么让我照应啊 大人 嗯 李君王福晋向来嫌弃德明 千方百计不愿意公开承认他的皇族血头 德明若是犯了事 未必会送宗人府 极有可能交顺天府处置 想来 这就是李君王福晋 为什么不让德明电视的原因了 嗯 就为了这个不让他入朝为官 这个福晋也太狠了吧 自从老王爷故去 但凡德明被了闯祸 李君王福晋都会让德明出面承担 哦 那这回德明犯事 如果莫愁将他告上公堂 德明就会为他承担说是自己干的 皇上应该就是担心这个 这对奴子 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此一来 调查取证不得丝毫有误啊 断了德荣 推卸逃脱的念头 的念头 大人 大人 有消息了 是大江船运 有幸沈的预定了大型船只 德明的时间放一放 这个事重要 这位客人不叫沈家南 叫沈文秀 他包了一艘大船从天津出发到上海 等等 他是往南边不是北边 没错 他还要从上海转江运到岳府 要我们也一并安排 船七可确定了 这个月十八 只有那天有大船 这位沈爷包下整艘船 付了一半的运费错不了 他要运什么东西 再看一眼就要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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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天涯两个再难相聚 从此天涯两个再难相聚 不乏一眼小楼穿雨 只是静静听着马蹄声曲 一丝一丝一行一举 曾经美好天地再难结许 就知道是命中后雨 无法写下传情 不如归去 如何再见你一面 回到花开的从前 求命运给我多点时间 刚刚好让我许下誓言 如何再见你一面 红豆长的思念 把浓情藏在天水之间 最遥远是你在我面前 却不能相见 如何再见你一面 回到花开的从前 求命运给我多点时间 刚刚好让我许下誓言 如何再见你一面 软豆长的思念 把浓情藏在天水之间 最遥远是你在我面前 却不能相见 而许下 在我面前 也许下 在我面前 不够想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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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